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甄别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启抗疫,拼经济,反网报》 好,今节我们就讲一讲奇哥 当然了,他所在的国家塞尔维亚 都挺特殊的,因为就是欧盟的候选国 但是和普京大帝,因为历史和文化的原因 就和俄罗斯关系也不差 但是由于和俄罗斯关系也不差 和中国关系也很好 好,所以就经常被人的感觉 是被人欺负的 今次奇哥 就说 可能现在 塞尔维亚再次成为了大国的牺牲品 因为 经常大国就逼塞尔维亚是跪变 其实武契奇都算是 站得挺硬下的 如果不是一早可能就顶不住了 事实上 武契奇和俄罗斯保持一个不错关系 他们国家也老实地跟记者说 幸好及时 是采购了俄罗斯天然气 你一听到 这句话 欧洲的其他 国家当时相当不开心 我们被普京大帝断气,你们就买到俄罗斯天然气? 武契奇就说 秋天 是有挑战的 冬天更加艰难 五、六月份的时候 很多人就笑我 说我 担心些什么 俄罗斯天然气 没有俄罗斯天然气 唷! 为什么害怕呀? 结果不是 我最记得 之前那位 欧盟 能源专员说 不怕没有俄罗斯 现在你怕不怕呢? 不怕 所以 奇哥就说 5、6月份买了俄罗斯天然气 算是得到了救援 否则就很艰难 欧洲今年的冬天是一个寒冬 而明年 更加有科学家说 好像冰天雪地 极地天气 那当然了 你这么困难 也不算困难 他也说事实 那就受到压力了 因为 现在奇哥 就准备 要谈判 和 西方 支持的科索欲 要进行谈判 当然了 他肯定受到很多压力 因为 很多西方国家 就承认了科索欲是独立国家 这件事就很糟糕了 2001年7月22号的时候我们说过很多次 国际法院 就说科索欲宣布脱离塞尔维亚独立 并不违反 国际法 但是 是不是 承认科索欲的独立地位呢? 你们自己国家自己拆备它 你们有你们的见解 不关我们国际法庭事 你这样判了还是没有判 那就糟糕了 真心地说 那就糟糕了 令到 一些 零声冲突 当然 塞尔维亚 就说不会 是 用战争去解决问题 这件事武契琪是守得很紧 当然武契琪 是见了 欧盟 法国 和德国的特使之后就说 塞尔维亚是不会屈服于 西方支持之下的科索欲 不会承认科索欲 是独立国家 我们不会投降 塞尔维亚万水 对 武契琪 亦都说 一直准备好 妥协的解决方案 但是 一切的 前提是什么 就是要符合塞尔维亚宪法 以及联合国安利会第12 第144号决议 当前 其实 美国和欧盟 当然是撑了科索欲 就向塞尔维亚撕压 要求塞尔维亚承认科索欲是独立国家 而武契琪 在和刚才那班 特事见面之后就表态 他就提到 联合国安利会 第1244号决议 是在 1999年 6月10号通过 内容就是 重申 南联盟 也就是塞尔维亚的前身 对科索欲地区拥有主权 并且要求所有联合国会员 是要尊重 南联盟的主权 和领土完整 武契琪 是会见了 欧盟特使 拉格克 还有 法国特使 博内 还有德国特使 普莱特兰 他更加 我们真的 不会屈服 蔡维亚永远都不会承认科索欲独立 当然 他亦都说 妥协是可以但是 不是以 投降作为前提 他 应该可能会 你看看 其实他每一次都算是很温和 都是有退的迹象 但是一条底线就不能退 就是 不可以被科索欲独立 这件事其实就跟 中国 大陆和台湾地区的 态度一样 可以让台湾地区 一些 我相信如果真的 统一的时候可以给很大的 自治权 独立就不能谈 不是好像那些傻子媒体 他经常说 中国 他们要当 台湾是他们的部份 贵国的联合公布签的时候不是这样认为吗 其实 同母契旗会面的 拉格克 就是欧盟西巴尔干地区的特使 而博内 还有 普莱特纳 最近被巴黎和柏林 任命 特意向科索欲 要挺科索欲 当然 挺科索欲 另外一方面 当然要向塞尔维亚施压 而 星期六的时候 都已经开了会议 会议的主题就是科索欲和 梅托希亚的局势 当然科索欲 原本就是南斯拉夫 塞尔维亚共和国 的自治省 1999年 科索欲战争后就交给联合国托管 2008年科索欲单方面宣布独立 得到 西方的承认 但是塞尔维亚 和俄罗斯 还有中国 九十多个国家是没有承认科索欲独立的 还有 在欧盟 都不是全部国家是承认科索欲的 希腊 罗马尼亚 斯特佛克 还有 西班牙 都是没有承认科索欲独立的 塞尔维亚和科索欲当局 在联合国和欧盟的调解之下 进行了一段很长的 关系正常化的谈判 在过去十年中 双方对于塞尔维亚承 承认科索欲独立的条件 多次讨论 没有契期间是不会 承认的 没理由 在自己手上没有了一块领土 科索欲 现在就似着有西方邦 其实也挺大气焰的 近期 因为科索欲当局 关于车牌和身份证两项 单方面决定 令科索欲地区 紧张局势 不断升级 6月29日 塞尔维亚科索欲 和 梅托兴亚自治省 即是 西方口中所说的科索欲共和国 当然在塞尔维亚 和很多国家认为 拒制塞尔维亚领土的部分 所以 这个科索欲根本就不是一个国家 因为你不是广泛被承认 我们就很公道 虽然现在 烏东地区实际控制制俄罗斯 但是我们 都不会说什么共和国 我们讲共和国时加个人号 因为 中国也没有承认 劳金斯克和顿尼茨克 两个所谓的共和国 所以我们很公道 就跟祖国走 我们看到 科索欲就自行宣布 不承认塞尔维亚政府颁布的身份证 和车牌 在他们境内的效力 或者 效力 如果 车主不及时更新这个车牌 科索欲当局 最多就不让他上路 不是 都很夜晚 直接抹收这部车辆 这些在西方看来不是应该是那些独裁政权才这样做吗 当然自己有这样就看不到 武契期就表示强烈谴责 7月底的时候科索欲北部 就因为这些事情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现场一度是响起砰砰声 砰砰砰 这样 之后 在欧盟和美国撕压之下 因为 没有战争 里巴尔干半岛 一直都是欧洲科药筒 就叫科索欲 你都是 不要玩意 科索欲当局 就在7月底时候宣布 禁令推迟到9月1号实施 另外科索欲当局 亦是 计划 8月1号要求塞尔维亚 身份证的持有人 在科索欲地区 逗留期间 必须领取当地的临时文件 之后在8月27号 欧盟外交 及 安全政策高级顾问 即是欧盟罪交 又是说罪交 不过他真的很狡猾 记得博雷尼 最高外交官 不过他也很狡猾的 有时候说的 就说 塞尔维亚和科索欲当局 对于身份证问题 达成了协议 双方 身份证的持有人 都可以自由出入 那就等于走回 原来那里 你搞这么多都没用 因为他要 显示主权 你明白吗 所以他就要更换 即是觉得你是个国家 我们又是另一个国家 你进来就要 证件 当然 那么武契奇当然 不可以让你这么做 赛族人也不会让你这么做 武契奇其实记者会上也说 与科索欲当局的谈判非常不成功 与科索欲对一个小问题的 达成协议的希望 基本上很难 暂时是没有共识 他也强调 赛尔维亚接受科索欲身份证 只是出于实际原因 就为了 促进 双方人员的流通 但是这个举动 不可以被解读为 承认科索欲 独立 武契奇原来已经说服了 七个国家 取消承认科索欲 也说面对科索欲不断 争取所谓国际 社会的支持的企图 塞尔维亚 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现在 取消承认 科索欲 是独立国家的 这些政体已经从四个 升到七个 当然 有人就相当不 乐观的 因为 作为 欧洲曾经 很多战争的地方 这个巴尔港半岛 很少事情都可能 一声爆发 我们看到 这个地区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 这种危机了 最近的五到十年 科索欲当局其实都很多次在单方面 制造一些小规模的危机 比如 在 2021年9月 科索欲当局 就单方面这样跨越行政边界 向使用塞尔维亚车牌的车辆 发放 临时的 牌照 当地赛族人 表示抗议 和今年一样 都在 杜鲁和行政 的景点 设置了路障 科索欲当局 还发动 特警 进入了 科索欲 北面塞尔维亚 的 赛族居住地 当然 亦都对赛族人 是动手 不过后来 雙方在欧盟的滑船之下 就有个临时协议 就是 不可以用 暴力手法 目前 当然现在一拖再拖 其实 最后来 搞得成 都是 慢慢拖慢慢拖 但是 总是一个爆发点 有一天 大家都忍不住的时候 很可能就会动手 其实 科索欲有没有太平过 基本上也有点难道 科索地区这种长期 有主权或者有 民族冲突的地方 很难和平 其实 现在的这些危机 就要追溯到1999年 北约狂轰这个南联盟 南斯坏拉夫的合法继承者 就是塞尔维亚 1999年6月9号 南联盟和北约领导之下的所谓维和力量 就签署了 傅曼洛夫 协议 就规定南联盟 需要解除所有武装部队并且撤出科索欲地区 为和力量 就被授权採取一切必要行动 以便 为 所有这个科索欲土地上的 公民 建立并且维持安全环境 在这个协议 签署 一日之后 就是刚才没有继续说的 联合国安理会就通过了第1 244号决议 直到这个省 的最终地位 在达到政治解决方案之前 都是有法律效力的 但是 整整23年过去 最终的协议 甚至连影都没有 以北约为首的国际力量 引号 因为国际力量他们就觉得只是西方的国际力量 虽然陆陆续做 加起来 总共派了近 5万士兵去当地为和 但是 他们 就是 你分离 因为你未解决问题 你分离分裂 不要紧的 当看不到 各种冲突 亦都是 不断地发生 令到22万塞族和 非亚族 被驱逐 甚至成为难民 他们 还在纵容亚族人 去破坏 塞尔维亚在科索欲 超过100个 东正教 名胜古迹和纪念碑 最激进的一次反塞浪潮就发生在2004年 当时一些激进的亚族人 就想着 这个 这个是 被西媒都承认的 当时有人 亚族人之亚尔巴尼亚人 即是科索欲的主 主要的种族 他们的示威 就会引发起 新一轮对塞族人的种族 不过幸运是制止得快 所以 其实都是伤心 也有28个塞族人 被人搞定了 伤亡就超过1000人 超过4000人被逼逃离家园 35座 教堂和 文化类建筑 就被强行摧毁 所以 都令人相当地 深酸 2008年当然 科索欲刚才都说过自己单方面宣布独立 亦都使得西方国家大量支持他 往后的十几年 他们 不是 是 自力于对话的 而是通过政治 和经济手段 就逼塞族人 离开科索欲 不过 科索欲原来 是占塞尔维亚国土17% 你说会不会让 当然不会让 让 他们甚至要求塞尔维亚必须 允许 追科索欲独立 并且要加入各类的国际组织 而之后 更加是 向 穆契琪作为现在 塞尔维亚的领导人 用了很多 手法逼他 北约还时不时 对塞 族人 在科索欲原来看不到 当然 令到大家的矛盾越来越深 虽然没有契琪 那么 大压力 其实也不容易 是吧 又要 那说真的他们是不是 不会加入欧盟 又不是 他们也说会加入欧盟 但是 他们就采出一个中立的态度 不想和 俄罗斯闹 亦都不想 反足 但是你这样政治不正确 当然我们最讨厌的这种政治正确 每个国家都是用实力来衡量一个 领导人能不能做事 如果你为国家带来实力 我觉得这个领导人OK 如果你只有 狗吹 最显浅的道理就是 或者最显浅的例子就是这个立陶怨 整个国家的领导人 经常搞意识形态 以及 搞对抗 和 中俄对抗 最后就是百分之二十多的通胀率 最后也是靠 欧盟其他大国去救他 好 这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 欢迎订阅